一名小朋友意外被车撞死 下葬第四天却离弃地从坟墓里爬回了家 警方赶到现场 判定男孩的母亲太想念儿子 所以从坟墓里把孩子挖了出来 但是看着得上满是泥泞的小脚印 和手指上的泥泞来看 法医认为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整部电影充满压迫感 赶紧艾特尼的大冤重疼一起观看 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一位家庭主妇正在洗碗做饭 他似乎觉得下水道里有奇怪的声音 当他仔细听的时候 他似乎听到了可怕的声音 这吓坏了女人 晚上当丈夫大根回家时 他发现妻子的表情有点不正常 然后他的妻子告诉大根厨房下水道的异常噪音 似乎在说我要杀了你 大根并不在乎 觉得可能是管道老化或邻居维修东西的声音 半夜妻子起床上厕所 隔壁传来敲击声 大根被墙上的敲击声吵醒 他不耐烦地对着墙大喊大叫 但停止了一会动静 但当他再次躺下时 隔壁又传来了咚咚的声音 大根受不了了 跑到隔壁喊着便要个说法 但不管他怎么喊 邻居都没有回应 无奈之下 大根不得不回来 当他回家时 他发现敲强的声音还在继续 但这个声音似乎来自家的厕所 当他走进浴室时 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 他惊恐地发现 他的妻子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挂在空中来回撞击 大根试图阻止这一切 但他无能为力 现场一片血腥 女人很快就失去了呼吸 最后 他被当作凶手抓到警察局 这一天 负责审问他的也是一个奇怪的组合 分别是警长 法医和超自然专家 因为很多年前发生了和今天一模一样的事情 显然 这不是巧合 他们希望通过大根了解更多的细节 来解决这些奇怪事件的谜团 在三人的询问下 大根立刻想起来 整天装修的邻居大魏 告诉他们 大魏最近的精神状态有些不对劲 他总是在半夜在家里敲墙 听到大魏的名字 坐在对面的三个人立刻紧张起来 原来他们认识大魏 这个人不久前经历了一些奇怪的事件 虽然反复查看 但床下总是有一种阴身的感觉 晚上睡觉时 他的床开始自己一动起来 然后电灯自己熄灭了 在他看不见的角落里 总有怪物闪过 他想躲在床上假装看不见 但绝望的是 一双怪物的手通过床单慢慢靠近 第二天 一切归于平静 大魏也平安无事 但房间却一片狼藉 大魏在别人的介绍下 打算向超自然专家求助 但专家助手告诉他 如果你想见到专家本人 你必须有证据证明 你家里真的有脏东西 无奈之下 大魏买了一台相机 那天晚上就放在床前的柜子上 一切又像往常一样睡觉 不知过了多久 相机掉下来的声音 也直接把他吵醒了 伴随着大魏的目光 墙上还有一大个黑影 大魏赶紧开灯 影子瞬间消失 大魏迅速拿起相机 想看看睡着后发生了什么 透过昏暗的画面 他看到一个赤裸的怪物 从床下爬了出来 怪物一言不发地盯着他 直到最后他慢慢地走进衣柜 男人冷汗直骂 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衣柜打开了 第二天 一个小男孩把足球 踢进了大魏家的院子 男孩捡到球准备走失 他打开水龙头 喝了口大魏家的水 这时 大魏的声音从窗户里传来 他大声骂男孩 叫他不要喝辣水 赶紧走 男孩有点害怕 当男孩慢慢后退到路上时 一辆公共汽车正好经过 当场将其撞死 车祸现场没多久就被清理干净 地上的鞋也冲进了下水道 失去孩子的母亲非常难过 邻居们纷纷前来安慰 唯独不见大魏的踪影 到了晚上 男孩的母亲听到门外敲门声 看到门外一系列泥泥和脚印 回去一看 小男孩居然从坟墓里爬了出来 回家了 法医接到电话 马上和警长赶到现场 警长最初不判定男孩的母亲太想念儿子 所以他精神失常 把小男孩从坟墓里挖了出来 但当法医看到男孩磨损的手指 和地上崭新的脚印时 他推断男孩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桌上的牛奶突然被打发了 法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要尽快把它埋葬 这次必须使用钢筋混凝土 防止他再爬出来 与此同时 邻居的孩子溜进了男孩的夹纳玩具时 他看到了男孩的尸体 他敲了敲门 看到男孩的头慢慢转过去 房间里的梅依和老杨听到动静 赶紧跑过去查看 意识到有人发现男孩尸体回来了 为了不引起恐慌 他们把男孩藏在冰箱里 等警长找到新墓地后再转移 不久之后 警长赶到 就在几个人准备转移男孩的时候 警长听到冰箱里面有哭声 为了查明真相 几个人决定分开行动 梅来到大根家 老杨来到小男孩家 助手和警长来到大尾家 调查一开始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警长发现厨房里的铁刀叉 被吸附在柜底下 仿佛柜子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磁场 助手用手拨动刀叉 但突然一股巨大的吸力传来 他的手掌被紧紧地吸进柜子里 突然被一把餐刀刺穿了手掌 流出的血慢慢地流到了橱柜里 警长意识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赶紧掏出武器警戒 当警长拿出枪打开橱柜时 一股神秘的力量突然冲了出来 刀叉迅速移动到另一边 看来东西逃跑了 助手拿出刀 房间里的东西开始肆意移动 这里的一切都超出了 他们的想象和承受能力 警长吓得打电话给法医老杨 告诉这里的情况 但老杨透过窗户看到 有一个陌生的人影 这个人影很奇怪 只能透过玻璃才看得到 如果他不通过玻璃 人影就会消失 但就在老杨感到困惑的时候 那个可怕的声音也突然来到了他面前 一声尖叫 法医再也没有动静 警长越来越害怕 随后警长这离开 但助手说他找到了答案 他把警长拉到床边 掀开床单 下面什么也没有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床下藏着一个不明生物 三个次视频 三个次视频 暂度、光 rot 。充分��人 藏出身大分 机显观的 两个世界 并温度地 一群性 暂度和光 惑 警长吓唤 赶紧跑到隔壁找法医 但他一键门就被柜子上的血吸引住 里面还传出呼叫的声音 他打开鬼门 他发现脸色发青的老羊被锁在里面 眼睛被弄瞎了 警长赶紧去寻求专家的帮助 这是专家正在观察墙上的裂缝 这通过缝隙在里面找到了失踪的大卫 但他已经不是人来 警长的到来打断了他的研究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一双鬼手突然伸出来 眼前的场景彻底刺激了警长 警长心脏病发作 倒在地上晕倒了 裂缝中的怪物慢慢爬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 警长从昏迷中醒来 他慢慢地站起来 怪物就在他身后 但怪物并没有伤害他 这时 男孩的母亲出现 手上沾满了鲜血和泥土 警长恳求他送自己去医院 有人答应了 但当警长出去准备上车时 他发现男孩的尸体此时正坐在车里 男孩的母亲不想失去儿子 所以他在墓地里挖出了孩子 警察看到这一点 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脏病好多了 于是忍着剧痛准备一个人开车离开 就在这时 被扭断脖子的专家冲了出来 警长顾不得其他 一脚油门直接逃离现场 但没过多久 他就停了下来 警察的职责让他一直感到不安 经过一番痛苦的心理挣扎 为了不让别人再受苦 最后 他带着两桶汽油回到了男孩的家 他一开门 就见到了男孩 当他来到客厅时 他遇到了自杀的男孩母亲 刀光光所有汽油后 跑到屋外点火 想毁灭这里的一切 但手里的火柴莫名其妙地无法点燃 他不断地改变方向点火 弹风也跟着换方向 警长也直接害怕尿不停地撤退 赶紧拿出手枪打在地上 产生了火花 瞬间点燃整个房间 在火焰中 一切都平静下来 从那时起 警长也跟着消失了 几个月后 又有几名警察找到了大根 三个人是来调查前 三个人失踪案 因为所有去调查的专家 都消失在房子里 当他们集中精力提问时 大根的视线越过他们 突然指了指门口 然后大根指着老杨的照片说 站在那里的人就是他 几个人回头一看 椅子突然动了 大家一脸疑惑 但下一秒 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东迪 感谢收看